吴景岩与刘学义主演的《春花宴》正在热播中 虽不及想象中那么火爆 但也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毕竟吴景岩在复仇这条赛道上强得可怕 在宣传这一块她也非常卖力 哪怕身怀六甲 现场仍然鞭子甩得飞起 吓坏了一众嘉宾 镜头外的人也跟着捏了一把冷汗 谁敢相信 长相偏精明的吴景岩 私底下是个搞笑女 而刘学义同样反差很大 古装是她的舒适区 180加的身高 轴正明媚的长相 天选古装美男 戏服一套上身 是浑然天成的俊美无仇 这一次刘学义在人设上有一些颠覆 用她自己的话说 这是她看到的最颠的男主剧本 暗原主拍估计很难过审 编剧老师努力地把她偏执疯狂的人设 往正途上掰 却也仍能瞥见几分并交疯狂 过街时群众发现对她的不满 向她扔馒头鸡蛋 她捡起一个馒头 便自顾自的啃了起来 嘴角带着三分迹象 三分博良和四分漫步惊心 谁家好人能把别人砸自己的东西塞进嘴里啊 总观前几集 刘学义饰演的警王 一直都是邪魅狂卷的存在 明明是被太子陷害 但硬是表现出了一副完事不公 我就是世界上最颠的人 你能拿我怎么样的态度 可惜看她的手指 与她的外形 人设是极不相符的 第十一集里 警王独自在家下棋 一副运筹微窝的样子 差点就要被她的架势护到了 可一看她捏棋子的大拇指 不禁笑出来声 一张脸长得清旧无比 几乎挑不出来毛病 个子也高大 故装加身长身玉力 可这又短又粗的大拇指 搁她手上就有点颠覆了 指甲杆还短 看起来怪 可爱的 也正是因为反差大 导致她的手瞅出了圈 后来大家追剧 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的丑拇指上 第十四集 为了迷惑敌人 警王在河边与梅林上演了一副 大尺度的春宵画面 导演努力在刻画暧昧氛围 逆光镜头下 一会儿拍刘学义的喉结 一会儿拍吴锦岩的红唇 柔和的阳光打在他们身上 气氛拉满了 可是当镜头一转 看到刘学义拿手指 抚过吴锦岩脸庞时 立刻让观众凝聚起来的情绪破了弓 好家伙 一个光秃秃的 长得跟脚趾一样的大拇指 抢走了导演 用了半分钟营造的浪漫 还有二人开启田园副本的时候 镜王为梅林采野蜜弄伤了手 在他端舟的时候 大娘非常有眼力剑的助攻 问他手怎么了 进而引出他为女主采野蜜的事 来让他感动 可他一问他的手怎么了 观众的关注点真的就在他的手上了 断绰绰的手指有点杀风景 后来在大娘的推动下 镜王开始给梅林喂药 美人眼神无辜 王爷的手指却抢走了所有的焦点 有人调侃道 以后只能说刘学义是359度的帅了 因为他有了拇指这个死角 喜欢刘学义的人觉得 他的手指有点不懂事 长得有点好笑 而不喜欢他的 觉得这手指完全就是性缩力 明明是眼神拉丝的氛围 徒手指一现身就让人入不了戏了 对于手控党来说 看见他这个徒儿端的手指立马摇头了 而娱乐圈里 手跟脸不匹配的帅哥还不少 前段时间长乐曲热播的时候 饰演内卫府的大格林 沈渡的丁雨昕 也同样因为丑手指而被网友调侃了 沈渡人设是手段强硬 杀伐决断的狠人 人送外号百无常 他少有的温情指对女主 当他手指轻抚女主的脸颊 两人眼神竟是缠绵 却发现他那个被啃突的指甲可太惹眼了 丁雨昕曾在采访中说过 自己从小到大都有一个坏毛病 就是啃手指 曾经为了戒掉这个坏习惯 他还往手指上涂了苦甲水 但从现在影视剧中呈现的丑手来看 他显得没有戒掉 在七十吉祥的宣传直播间里 他一边聊剧情 还能一边啃手 杨超越一次一次提醒他 还是纠正不了 而在更早之前 他出圈的传闻中的陈千千里 大家就已经发现了他的十根手指 已经被他咬的指甲比手指头短一大截了 一个拿橘子的特写镜头可见 这是什么小孩子的手 又细又短 还凸 还有黄轩 也曾因为一双手又小又肉 引起过高度的关注 影视剧里但凡出来手部特写镜头 都跟加了特效似的 之前电视剧《描准》里 有一个特别严肃的画面 观众都随着剧情的推动和他的演绎 而紧张不已 直到他的小胖手一出现 瞬间就笑喷了 后来大家争相吐槽他的小胖手 他倒也不生气 时常在采访中大方地向大家展示 长了一张帅脸 配了一双丑手 初看确实有些性缩力 但又莫名戳中了大家的萌点 感觉可可爱爱的是怎么回事 而对于手控党来说 如果男星颜值出众 再加上拥有一双好看的手来说 更是加分项 就比如以下这九位男星 感觉有种仅凭双手就可以出道的记事感 美得让人实在无法拒绝 排名不分先后 一 陈兴旭 记得初看陈兴旭的剧 还是在东宫中 不仅有颜值有演技 就连那双手也是性张力拉满 十分迷人 21.5厘米的大手 食指修长 骨节分明 在他身上都是顶配的存在 人长得帅也就算了 就连手也生得这么好看 真是让人羡慕至极 哪怕只是轻轻地扶一下近况 也很难让人不关注他那绝美的手 2.张若云 或许就连张若云自己也想不到 只是默默地掏了把钥匙 竟不知掏进了多少粉丝的心肩上 把麦诗情经突气 白皙纤细 真的好觉 或许也只有长成这样的巧手 才能配得上 庆果第一先品男的手吧 而美美看到这双养尊处优的玉手 也着实满足了对富家公子哥的幻想 3.汪朵 魅者无将中 汪朵这般充满梦幻的戏手 堪称人间角色 撩人于无形 指尖微微泛红 每一根手指长度的比例 都美得让人无可挑剔 每每看剧时 时时沉浸在这双手而无法自拔 一度忘了剧情的发展 仅凭一个用手遮住脸的画面 更是将病态感拉满 让人印象深刻 4.龚俊 当看到龚俊的手时 也终于明白他为何能当手魔了 食指修长且皮肤白净 哪怕是小说中那温润如玉公子哥的手 也未必如此好看 或真是长在了手空挡的审美上 让人看了一眼 就有种很想牵着他手走的冲动 而这双闲闲一手 也宛如自带滤镜一般 不管做什么都自带俗感 就连打招呼都显得十分高级 物必文俊 说到必文俊 不仅长了一双弹钢琴的好手 更是仿佛自带魔力一般的存在 无论是魔方还是悠悠球 只要是到他手里 就仿佛特别听话 同样是一双手 单凭这转魔方的速度 真的感觉他的手 比别人多了好几个关节的济世感 果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6.魏大勋 果然被网友称为霸总天花感的魏大勋 认真起来也是魅力无限 光靠一个拧瓶感喝水的动作 这双手便硬控了无数的网友 担心跪地 骨骼分明地搭在脚踝上 更是是让人霸不能 如果不是看到这个画面 真没发现原来他的手不仅修长 而且也很有柔韧度 妥妥的撕满男优质感 果真是狠狠地get到了魏大勋的眼 即这双极瓶的手 7.张灵鹤 很多网友评价张灵鹤 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男神 就连手都充满了艺术气息 而作为手控党而言 才知他的杀伤力有多强 无论是戒指 手是衣或是手表 往他手上一戴 瞬间感觉价格都变贵了 而这无处安放的手 任谁看了都很不多瞄几眼 8.王一博 谁懂王一博这双手的含金量呢 人长得帅气 就连手都长得比女生好看 也难怪能登上热搜 感觉任何饰品待在他的手上 都颇有时尚感 大长腿大手板 无论在何时何地 总能成为全场的焦点 就像网友说的 他的手每一寸线条 都流露着优雅与力量 就邓薇 当看到涂山景 在龙骨玉跟小妖表白的时候 真的有被邓薇的手给秒到 他真的像极了 被天使吻过的手 实在是太仙太誉了 弹奏古琴的画面 犹如琴棘书画精动的 秦秋公子本尊 可以说邓薇的每个 关于手的特写都唯美至极 让人觉得不够看 尤其这个掠动手指的动作 又细又白 真的足以让人沦陷 其中无法自拔 不知以上这些男星 谁的手才是 长在你的审美上呢 而娱乐圈中 手长得好看的 也远不止这些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添加 请不吝点赞? 谢谢观看